伍刀 鹤立草丛稳如山 亭亭玉立天地间 仙鹤展翅飞高远 自由翱翔 在蓝天 身在玉须宫 心境天地宽 武当三丰派第十五代传人 元修刚道长 身穿白色道袍 头顶一片天 脚踩一片草 自己仿佛化成了一只洁白的仙鹤 此时此刻 简直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元修刚道长 习练的这套器工 就是武当传统器工 鹤行庄 按照鹤行的一些动物 叫鹤行庄工 无脑的这个器工的一种 是传统器工 仙鹤素以慧长 锦长 腿长著称 他性情高雅 形态美丽 羽毛洁白 飘逸雅致 银锦耸翅翩翩起舞 民生嘹亮 超凡不俗 在中国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中 鲜鹤是长寿的象征 反正我们老道长 一代一代的犬就是荷 一种那个 可能那个脚很高 不是很长的那种荷 它很长寿的 它是动得养生的 在武当山天柱峰 金殿前面就有两只同柱仙鹤 一左一右 鹤立金顶 道教中 仙鹤飘逸的形象 象征着长寿延年 得道成仙 可见仙鹤在武当道教中的地位 非同一般 传统器工鹤行庄 兼具寄机和养生 两大功用于一身 是武当道人 必须修炼的功法之一 我显张主要的特点 是以养生为局 练气为服 鹤行器工它是通过这个外表 对肢体 筋骨 皮肉这些互动 达到对脏 筋络 气血 和这个大脑 这些锻炼 鹤行庄是一种站庄器工 习练者需要长时间的鹤行独立 因此它也是五行工当中 最难练的一种 意念 对不对 不集中的时候 你的重心会不稳 或者你会代表尸体重心 像祸行动作 祸在这种时间 祸它在这个祸 再也养生 你想这样祸 背的眼睛在马上就会倒掉 练气功 气从尽中而来 练功时 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干扰 往往会心生杂念 使行功难以入境 洗练动作 看时间呢 又是做不到 在柔韧性方面 缺陷 然后这个平衡方面 做到平衡了 松不了 松了 做不了平衡 洗练鹤行独立 就能快速解决 身平气静问题 所以说提膝 很容易地帮助你 在短时间内 对不对 保持平衡 调整 调整这个身心 火再上了以后 它有动作 有变化 不然你想干扰 做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那个 台阶方言张工的 叫下朋友稳重 叫落地雨下根 对进攻的入定力 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鹤行是五行弓里 最重要的一种 五行弓法中 有如此之说 龙行练神 虎行练骨 暴行练力 蛇行练气 鹤行练筋 固筋调心 是鹤行装器工的 显著特点 内部精神 外势 安逸 很安逸 很飘逸 所以说动作呢 优扬 强筋壮 调色身心 练过这个功法的人 他可能不能跟内加拳的 那个两亿拳法练 表现得比较好一点 鹤行装 动作舒展 稳实轻柔 聚精灵神 运气随事 鹤行装动作舒展 内涵 金气神三字 可以说是神骨力气的基础 为内脉功法锻炼 之根本 鹤行装 以炼金为本 滋养人体 心肝 脾肺 甚无躁 内安无壮 外骨百害入手 达到心旷神怡 最后就达到心旷神怡 所以说他的阳神效果是非常好的 席练鹤行装 模仿鲜鹤 蜜食 饮水 独立 飞翔等动作 通过练习此功 并配合进攻的修炼 能在很短的时间里 让人游动入境 可以在短期内 打通体内的阴阳之气 实现周天循环 致病强身效果显著 内气外放 外气内收 气是行动 行功中有弦筑的契机 流筑的这种感觉 此功练起来柔和自然 舒展大方 有飘飘如仙之感 使人的心情宁静愉快 使练功者的大脑 身心均得到良好的调节 更重要的是 这套功法上气快 气感强 气走经络 气随势转 我们有经过练气功 来不足我们的单身之气 运行到我们的周身 滋养我们的五脏 滋养我们的脉络 脉络的关键 所以 先鹤独立通天地 展翅飞翔云天际 原修岛道长 从小酷爱武术 败在武当三丰派 第十四代传人 中云龙门下 刻苦习练武当派 内加功夫二十年 深得武当派 内加拳法的精髓 并习得道家气功 和养生功法 贺行庄就是他练就的 绝妙功夫之一 走这个方位 这个末气 东风采末气 以部我们的干 调整我们的干利液 贺行庄这套工法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主要起调吸入境的作用 采气不亏 调吸采补 你在开始入境的时候 起了很好的作用 调整身姿 调吸入境 将自然之气 慢慢送到丹田 补满先天损耗之气 能在最短时间内 使身体关节柔软 呼吸清爽顺畅 促进人体气血运行 达到自然入定状态后 就进入第二阶段 走五行 纳地气 下次走五行 他五行方位 纳地灵之气 吸纳地之灵气通达周身 经过意念 导引回归丹田 最后进入第三阶段 褐形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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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平衡 褐形独立 阴阳二气 在体内绵绵不断的运行 通达周天 身体各个部位 得到很好的滋润 这三个阶段 由浅入身 层层递进 一套练下来 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 席练 褐形独立 既能增强 寄激性 更具养生功效 气与喜悦 它是密不够分 气足 力大 我们练气 也可以说是在练气练力 它如果是练过这些褐形独立 破发很圆满 褐形独立 破发力很好 对不对 爆发力很好 它如果没练的话 它可能就很刚 很刚 阳神上面 经过铸气 运气 来达同我们周深 它齐心八脉 大小周天 慧神庄 它主要锻炼人的身心健康 武当气功 贺行装是武当武术的基本功法之一 它能够聚集人的精气神 长期洗练呢 对武当武术的各种功法 都有帮助和提升